项目编号 SCP-450被遗弃的联邦监狱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450应随时被锁住并看守 除了每月的维修和清理 详情如下 任何在其他时间进入 SCP-450的平民或人员都将被认定为失踪 并且不会进行任何尝试救援 描述 SCP-450是在被遗弃的联邦监狱的死囚牢房区 从入口到处行事的距离约为166.5米 一个以人类血液绘制而成的复杂图案 位于电影背后的墙上 图案会随时间的推移 由于正常的环境恶化而逐渐消退 必须进行定期维护 牢房似乎由一个或多个敌意幽灵实体占据 吸引该实体的注意往往是致命的 并可能会或不会由于下列条件之意引发 移除正门外的任何途径进入牢房 移动速度超过0.25米每秒 在牢房中停留超过25分钟 进入牢房超过24小时一次的频率 使用任何电子设备 任何超过大约25分贝的声音 维持收容图案的指定人员 需在受到指示后 因缓慢而稳定的步伐 走到主走廊的中心 由于需要约11分钟 最大安全行走率步行到处行事 工作人员只有3分钟时间来处理图案 且仍有足够的时间 以合理的保障从设施安全退出 听觉和视觉上的幻觉 包括幽灵的声音 流血的墙壁 和吵闹鬼的活动 被认为是正常的 缺失此类现象需引起注意 鼓励人员不要调查任何尸体 超自然活动 或腐烂的遗骸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 SCP-450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